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如果使用Cookie 再存放一些资讯 在Ply關 Ply關的Cookie里面 Cookie的特别注意它最大 会有些限制 第一个它的Ply關必须有支援Cookie功能 不要关掉 第二个的话它的最大只有4K 也就是说最多 你不能存超过4K的大小 再来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时间 那时间部分的话由谁要设定 由你设计的时候 可以给个时间 比如说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Cookie的建立方式 就是说我们用Cookie 这个类别 里面我们可以建一个Cookie的物件 那物件建立方式 就是内容一个Cookie 里面的话存给它 比如说它一个 ID 跟一个Value 那里面的词是什么 比如说前面是它的 它的 Key跟Value 这个Key是User 然后里面的词是这个名字 接下来的话 Cookie你要怎么样去设定时间 设定时间的话就是 这个物件名称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要记一个有一个set 设定它里面 什么 max的h 就是说它最大的有效的时间 你就记一个set 其实打一个setm 应该就出来了 然后呢 里面的存活时间 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我要租存的是7天的话 基本上 因为它是以秒为单位 所以说我今天要7天 一周的话 就是7乘24 24小时 再乘上60秒 所以这样乘出来的话呢 就会是一个礼拜 所以这个Key的话呢 如果存在Client段的话 它有效的期限就是一个礼拜 除非说有些User 他有时候会习惯去清Key 因为在包子里面有个功能 清除嘛 那你按清除 就不管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还没到的话 基本上里面的Key 就重新再来了 所以这地方也会 有这些问题发生 也就是说你将来在设计的时候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放Key 放Key是真的是 除非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说在此存的 没有任何你要一定要长久存 而且如果这个东西不见的话 也不会造成系统的影响 否则的话 你这个地方 这个存在Client段 就没有Bookie的话 那产生系统的问题就很大 那再来的话 就是Respond 点AddBookie 然后可以把这个Bookie放进来 这样的话 这个Bookie里面 就是帮你储存 这个User里面有个词 它储存7天 所以将来你可以从Cookie里面的User 里面去找到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里要特别去 那其实Cookie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特别去到那个 那叫什么 Template 就是那个 暂存区里面去把它打开 不会有很多Cookie Cookie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文字档案 文字档案里面就储存这些 一个Key 跟一个关系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Cookie 那Cookie的话 设定是透过什么 Set Cookie标准 那必须在实际 回应浏览器之前 使用AddBookie 来新增一个Cookie 所以刚刚我们讲 Respond里面有一个 AddBookie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就实际上把Cookie放在 看来关 然后浏览器出这些TML 回应之后 再直接Add 是没有作用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必须要在浏览器 回应浏览器之前使用 不能在之后使用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设计的时候 那设定时间 当然讲过这个方法 单位一秒 然后预设关闭浏览器之后 Cookie就失效 所以特别注意 这也是浏览器 不过他们浏览器 预设应该是Cookie Cookie是打开的 因为如果Cookie关闭的话 其实很多网站都会有问题 那怎么样取得Cookie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 Respond的时候 有把Cookie放下去了 那要把它读出来的话 那必须要透过什么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Cookie的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名称叫Cookies 里面的话 通过request.get 刚刚是respond.add cookie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Google get cookies 也特别说 这是复数 因为Cookie 不止一个 那 if cookies 它不等于我 就有东西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要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就在for each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今天 是不止一个 所以我是去跑 有几个 就帮我去抓几个 那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个Name 一定有Value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key value的概念 就是一个名称 后面就是词 那主要我们可以透过对应的关系 把里面的资料读出来 OK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 取得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 讲一个sample 这地方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自动登录的话 要该怎么做 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ample 这sample的话非常简单 我秀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这个cookie 各位等一下建立一个 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 可以叫cookie 那cookie里面的话 第一个 我在里面 会需要新增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 html file 那html file里面的话 开起来就这样子 里面的话 post 就是action部分 我只向一个是login.2 的一个view 这个view的名称 我想各位在键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进一个这样的view 然后mancer的话 是一个post 用post的方式 那里面的话 有一个名称叫什么 name的部分就是user 然后呢 password 一个密码 然后 再来的话 会有个自动登录 的一个checkbus 要把它挡勾 那它的这个name的话 就是login 然后value的话 是auto ok 然后有一个sammin 所以会有四个 四个元件 画面上有四个元件 然后把它秀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画面上第一个 我要先建立的这个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 登录的时候 比如说我名称 我今天输入我的帐号 然后我的密码 密码的话 我就123456 自动登录挡多的话 按送出的话 它会去判断 到底我的usernate 跟password 到底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会自动 怎么样 帮我存起来 存在哪里呢 把usernate 跟password 存在 可爱端的cookie 不过 如果这个usernate 跟password 是有亲密的话 那你设定成cookie 就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别人 透过一些方向 像之前有骇客 就直接去到 卡内端 因为之前有 IE本的漏洞 骇客可以从 这个 从这个browser 去取得 他的cookie 把他的cookie 抓回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里面 他的 usernate 跟password 如果usernate 跟password 这个 人家取得之后的话 那将来 就知道你的usernate 那他如果要登录到 你登录的网站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 那有一些人 可能是那个 那个 脸书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账号被盗 其实有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 透过这种方式 那送不出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会出 就会出现 我的名字 这个 这个 这地方 我再把它改一下 通常 有时候 会入的时候 这地方 要把它改一下 就是在 按照他的resource里面 我就习惯 把他全部改入usernate 我就会有 那个乱码的问题 然后把它改一下 其实就ok了 那我这边 再改一个 123 有密码错误的话 按送出 他又 弹回来 弹回来到这里 让我继续再输入 直到我输入到正确 然后 然后我 他使我123456 然后我自动登录 打购的话 那下一次呢 他就储存 怎么样 这个 tary 下一次的话呢 我如果再进来 进到这个 进到登录 页面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动 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 密码给你 就是说我不用 login 这个画面不会出现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做哪些页面 第一个我讲过 就是login的画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有一个login的 一个 一个 那个serverlator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对 再入一个新的 这个serverlator 那这个serverlator的名称呢 我取名叫login 然后 它的view的名称 我取名叫login.do login.do 所以你在入一个 这个名称的时候 这边按右键 把它入一下 入一个serverlator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边 login2 那修改view的名称 我想应该都知道 从这边有没有 这个地方可以修改一下 那这里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为 login.do 或者login.view 这名称的话 我想就会 看自己的习惯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就改一个叫 login.do 那这个view的话 就会是根据这个名称 这个view的话 也就sublay着 那将来呢 在网址上面 让人家可以看到 这个网址 一个名称 那后面不需要加 什么点追 之类的 那建立之后的话呢 就会产生 我们login的这个画面 那里面的程式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实作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在do 因为我这边 do pause 的部分 所以呢 你们在读写程式的时候呢 就是在 打勾的部分呢 do get 可以直接不要打勾 因为我是用pause 的方式来做 那里面的话呢 我透过 因为我的画面上有user 跟password 这两个 两个testbox 他可以把这两个词 给取过来 取过来之后 比对一下 他是不是 什么呢 是不是 user 是不是password 那 这个地方的话 是固定的 就是 我的user 是carry 然后密码的话 是123s 接下来的话 我在取得什么呢 取得login 这个login的话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参数 就是指的是 一个checkbox 这个checkbox 怎么样呢 它里面也有个词 如果打勾的话 里面就有个value 这个value 叫auto 它的name 就是login 所以我要判断说 使用者到底有没有打勾 如果auto的话 传过来 auto的话 这个 传过来 是有打勾的 if 后面这个地方 表示什么 ecos 这个地方 表示说 有打勾 那有打勾的话 我要建立什么 建立bookie 建立bookie的方式 动力就在这里 有没有 bookie建立 new一个bookie 后面的话 给它一个key 这个key 这个key的话 就是user 里面要存什么 存的value 就是dev 就是我的名字 自动 自动会把 我的username 的部分把它save 那save 时间的话 有没有 就是 一个星期 这边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 再来的话 用什么 responde 那边叫 addbookie 把这个bookie 给存起来 所以实际上 打勾的话 自动登录 指的就是说 我把name的部分 这个名称的部分 把它团起来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话 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这个user就是 也是一样 纯user名称 这个user名称的话 就是我们打的名称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把网址 特别需要 底下这个东西 是把它 派送到哪个view 派送到哪个view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里面呢 还有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另外一个 我们等一下 里面也建立一个 这个叫做 user的一个servelator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第二个 这个servelator 里面的话呢 会出现 以登录 以登录 那以登录的话 我就把这个 派送 那派送的方式的话 在request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 getRequest dispunched的 这个方法 那我可以把它 派送到哪里呢 派送到这个user 的这一个servelator 后面的话呢 加上一个forward 然后把request 跟response带过来 forward 可以前往那个页面 前往那个view 那else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呢 反之就response.send with the root request就是说呢 把它再转指回去 因为我输入的是 错误的账号密码的话 就会转指回去什么 转到ropein.html 这个页面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正确的话 会带到这个 如果不正确的话呢 正确的话 也还最后 会把这个页面带进来 这个页面里面的话 基本上 上面都一样 然后只有这个地方 把我们取得的一个user的名称 带过来 然后再显示出这个user的名称之后 后面加上有几帧 所以最后看到的话 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现在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一个 帐号正确 可是密码打错的话 按送输 你会发现 它会直接跳回来 跳回来之后的话呢 那里面清空 等于是重新输入 那如果正确的话 它会怎么样 那正确的话 还有 有没有打勾 有打勾的话 更没有打勾 有打勾才是会存不平 没打勾的话 就是存不平 那爱送输 一样会跑到这边有一个名称 后面加上一个已登录 那这个页面的话呢 是 跑到这个user 这边有user的这个 这个serverlet 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取得的这个user的名称 显示出来 并且 显示已登录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多一试试看 主要就是说 练习 主要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方法 可以把它把它团起来 把它团起来